哎呀怕这个婆婆都喘不过气了 你居然不用推你了上的了 太厉害了啊大爷你 佩服 哎呀真大佩服在屋里头的呀 太厉害了 佩服你 佩服你 比你挺厉害 哎呀 对比你 你比我大五十多岁啊 七十八岁 太厉害了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你也加油 我今天骑行去西藏 在路上遇见了一个 应该是叫大爷了 我跟他聊了两句啊 大爷你是从哪里来的 佛兰桃江 佛兰桃江是吧 微信名叫乡里兰 微信名叫乡里兰 永闯天涯 4月15号出发的 4月15号出发的 是 我身家里面 到成都是一 一四六七七十六天 休息了两天 到成都是 517317 这个 517318联盟是吧 对对 517318 湖布是一千三百六十八个年 太厉害了 那你今年到的 今年 今年 我是四十年二月文件 今年萌 77岁了 今年七十七岁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七十七岁 我看 你还年轻 拜登七十八岁了 你才竞选总统 所以说还年轻是吧 真的 太厉害了 我特别羡慕你 我跟你骑了这么长时间 我就是感觉 你的烂力特别好 还有你看你这 你这体格看起来 哪像七十多岁的人 这看起来就五十左右 有的五十多岁的身体还没有你的好 真的我太佩服太佩服了 没想到我遇见的是我的荣幸 真的在这里能遇见个77岁的一个大爷 太厉害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样出来 就是你的孙子或者儿子他们会不会有点担心你 当然担心了 当时我19年我去过一次 我一个人我去过一次 我一个人我来我是淘江 我到个菊海 我家里到菊海 一千年一十六个年我一泡天 哦 当我看了广州那大桥 这是不单是我们国家的伟大根层 而是世界的伟大根层 我就是想看一看 对 港珠大桥我也去过 哪里我去过的 对对对对 看一看广州那大桥 然后到相关 我们再后来 我又到了福建 浙江 我到了 广州到了嘉兴上海 再回过来 到了 首州武系 再到安徽 再到江西 这样一个圈圈进了 太厉害了 我也是一个了 太厉害了 真的靠着歇会吧 靠着歇会吧 反正 呃 喘口气吧 慢慢走吧 还找 太厉害 我特别佩服 真的 因为我在路上遇见的 好多那种年轻人 他都起不了这个川障线的 起一段他就放弃了 他就回去了 知道吧 那我将你微信吧 大爷 哎呀 太厉害了 这 哎呀 你在我心目中就是骑行界的 这个标杆人物 绝对的 怎么叫 嗯 什么时候 你少我就行 点少一少 点我的 点我 对 下面有个扫一扫 啊 就咱俩就约了啊 咱俩都平安到拉萨就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行 反正有微信 真的 可以啊 可以 呃 佩服你啊 然后我祝你一路平安啊 我来我拉萨我可能拉萨我又再在五天 三十五天是吧 我当上三十三十五又再几天我因为因为我拉萨我也有个朋友 没事到时候肯定是能遇见的到时候肯定能遇见没事我到了那边我也不敢路的 你就是我心目中骑行见的大老真正大了我谁也不忠心我就忠心你真的我就没见过就是七十多岁的人能骑爬这个穿壮线的真的特别厉害我还是你是第一次佩服真的佩服啊我在路上遇见这个大爷啊七十七岁七岁七十八岁了还能骑行穿壮线这就说明啊跟年龄没有任何关系 只有你有没有那个决心了真的见到他我是佩服的五起头地对他就是一种纯粹的一种敬仰真的我今天就准备跟着他慢慢走吧 大家就关注我的视频我们平安到拉萨之后我们就一起吃个饭哎呀行来我慢慢走行你慢慢走我马上就来跟你好 好哎呀太厉害了